兄弟们我在一个房车里面 这是一台房车既是家又是车的一个东西 2015年上牌的一台春天花花 大房车 2.87的一微客车头 后驱后双开 柴油动力 车长5米9车高3米车宽2米3 这边是超大号的行李箱 这是目前我已知里面年限长的 包养的最好的一台车 柴油2.87 这玩意开起来是有劲 目前为止开了9万公里 但是保存的 真的是我没有见过那个城车 你可以现场来看 6座蓝牌C罩 C 不影响你的驾照啊什么罩都可以开 C罩就可以啊 来兄弟们再来感受一下这台车 全车的实木家具老式的房车跟 现在做那种花花绿绿的不太一样啊 他真的很好看 也很实用 对卡座放下来来拼成一个床 平时呢是沙发也是四个座椅啊 前二后四的一个布局 放下来是一张1米8的单人床 然后额头呢这边还有一个1米4的双人床 电视机放下来啊 双人床一张平时要不用的时候就推上去 后面才开始打的主卧啊 这张床的尺寸呢是1米9乘1米4 190乘140的一个双人塔方 我们还数一下储物空间啊 12345 这边五个柜子 这边是两个柜子加 大衣柜啊 大衣柜啊 大衣柜 真的呢很能放东西啊 而且外面还有个户外的贯通式储物箱 包括这床那边下面也是一个储物箱啊 冰箱 冰箱不大是一个60升的一个 啊 多美达进口冰箱 微波炉电磁炉180升的清水 400里电400太阳能板3000逆变器 这一套电路系统都是全新的 上方有进口的住车空调这个空调效果特别好 我昨天晚上有试过啊 然后后面是他的洗手间区 我讲你可能不信这台马桶是全新的 啊一个电动粉碎的马桶是全新的一次都没有用过 然后这台车呢还有一个热水器在里面是 可以洗澡的有热水器可以洗澡的啊 180升的清水箱 十多个你整个大C型出去一家人玩我觉得性价比挺高啊 148148啊 148啊 拜拜